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旗鼓宣航 我是顧著頭顧張家軒 那麼每天早上的11點 也有我家軒帶你看盤勢的發展 好 好 今天這個第一天交易就跌了快200點 頭顧你來看 這是上個禮拜的美股 道瓊大概跌1% 基本上他的四大指數大概都是跌1% 相對上今天的雅谷比較弱 包含橫生跌2% 南韓大概也跌了1.4%左右 回應到台股 今天為什麼要跌那麼重 很簡單 上個禮拜他做價 坐價對不對 坐價上去 最後一盤 拉了大概 40點左右 所以今天變成了 開低是符合預期的 但是殺這一段為什麼 現在 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當然台股當然不能自絕於國際股市 但是現在國際股市 當然以美股來講 我認為它還是形成一個高檔整理 那為什麼台股相對於美股要弱勢一些 亞股 都比較弱一點 都比較弱一點 好那問題來了 投票你看我的測標還是沒有改變 包含我看好的族群 以及我的另外一個測標 就是先下後上 那先下要怎麼下 要怎麼上 這是一個問題 投票你看 現在困擾著盤面的問題 這個叫成交量 我想大家同意 在這邊震盪震盪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一直沒有量 而且它都低於 你看這邊大概都四五百億 它都低於均量線 所以最 當然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發生 這個叫做沙盤取量 沙盤取量 這個沙盤當然第一個 它破了所有的均線 可是你看下面這邊 這是要量 這邊的預估量基本上 這五日均量 十日均量 月均量 如果以今天的沙盤量來看的話 它已經 來到了均量線之上 也就是說請你看這邊 五日均量 489 十日575 月均量713 目前的預估量大概800億左右 它已經占三月均量 所以按照過去的狀況來看 量比價先行 這邊先下沙盤取量之後 醞釀一下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那我們等一下再詳細來跟大家談 實際上這一波 頭朋友你看 我們從12月11號 跟大家講說34週轉折 你現在要留意的是轉折 頭朋友你看 掌握行情五元數 對不對 趨勢量價籌碼 主流轉折 轉折當然是很重要 當然要配合量價來看 那麼上一次為什麼 我們膽敢跟大家講說 這邊是34週轉折 因為頭朋友你看 主跌在哪裡 金融 傳產 電子是不是相對抗跌 它最後當然是補跌 可是在補跌之前 它是相對抗跌的 所以基本上本來這個行情 來到了12月14號 有沒有7980最重要的時候 配合34週轉折 我說什麼 併購案凸顯台股價值的低估 所以7980的那一週 後來你真的看到了 這個叫做34週的轉折 對不對 34週的轉折 你如果說把週線拿來看 頭朋友來喔 34週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連兩週反折 這一週當然 這個2016年第一天 它當然今天比較不理想 可是這邊 7980到目前為止沒有破 只是說接下來怎麼走 好 好 頭朋友你看喔 12月18號 這邊量價背離 指標背離 對不對 過高 我說要回撤支撐 然後21號 對不對 回撤支撐往上 然後呢 有機會挑戰下降壓力線 所以我們當時候 我們當時候 有做多 825 搶多單 然後呢 持續反彈 來到下降壓力線 然後我跟你講說 摩台比台子強 所以它還有高點 然後呢 直到12月28號 我說 第一次看到摩台比台子弱 所以它應該要回撤 好 那實際上 你也看到了有沒有回撤 回撤 對不對 然後呢 回撤過程中 摩台只弱一天嘛 所以我們這邊又搶 再出 投票你注意喔 我們在 過去的操作裡面 當然我們是認為說 這個行情是有機會先下後上 可是那個下的程度到哪裡 要做確認 那為什麼我們之前都是 多單 短座出場 因為我們沒有明顯看到那個 比較扎實的 往上的訊號 所謂扎實就是帶量的中場 之前這邊量不夠 所以我們都是短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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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出場 為了就是等待 這個先下 預防它有一根中場黑下來 好 那 投票你看喔 這個是 12月29號 為什麼我們當天 要先走 因為 還有第13天的低點要交代 所以你看到12月30號 有低點 有低點 好 那這個行情 一直走到 這個12月31號 12月30號是不是這邊 它拉上去 基本上那是尾盤坐駕 可是 明眼人看得出來 在上個禮拜是拉現貨的同時期貨是跟不上的 所以它必須再經過一番整理 至少我認為要整理 當然我也沒有預料到 今天它會變成一個中長黑的一個狀況 好那中長黑要怎麼樣去化解 它現在已經跌破均線了 好 你看喔 這次我們之前跟大家講說 其實雖然 這個行情沒有 沒有確認往上 但是我們看到的 摩台增加差 台子逆加差 一直到 這個 風光當天 12月31號 拉現貨的同時 雖然台子沒有跟上 但是 台子沒有跟上的 比較 我們還是發現說 摩台逆加差1.09 台子逆加差66 也就是說 摩台你把它換成台子 它大概只有30點逆加差 台子是66點 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們認為說 沒有錯 它有可能在震盪整理 或許有一個低點要交代 但是 這個行情應該不是 要連續往下重挫的行情 這是我們從那個架差來看 好 那你今天你來看 它現在到底在搞什麼 你看很明顯 現在台子的逆架差大概 現在是8075 這邊是8146 這個逆架差大概快70點 有一點過大 然後你再來看這個 摩台 297.6是現貨 296.6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摩台逆加差一大點 是不是跟上禮拜一樣 台子逆加差快70點 你有沒有覺得 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摩台逆加差一大點 你把它換算成台子 大概27點到30點 可能只有27點 你乘以27 可是為什麼台子的逆架差 它要擴大到70點 這個也許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所以我的結論是 這邊應該沒有連續性中挫的狀況 因為很簡單 側前低 南韓比較弱 好 你再來看 橫生 感覺是不是比南韓好一點 它大致上離前低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如果說就 台股而言 我們是不是跟香港比較像 對不對 大致上還沒有接近前低 所以變成說如果今天 它用一個砂盤取量 用空間直接去化解的話 那 相對的我認為 就不要 就不會拖太久 就不會拖太久 那實際上我說 有兩檔指標股 你也可以看一下 這叫台積電 它今天有跌沒錯 可是這個是什麼 季線 季線 季線還往上 對不對 季線還往上 所以這個季線不會因為它今天跌 然後呢 往下 所以它也來到關鍵的支撐區 然後你今天去看 電子類股跌1.75% 大盤跌2.27% 主跌在金融 那是不是跟前一波 這邊下殺 有一點像 我的意思是說 跌的是金融傳產 電子抗跌 這一波下來我們還是發現 這個比大盤的跌幅還要少 跌的是這個 那跌的是金融傳產 那好解決 因為我說的 大致上有六成以上的 這個台股的成分 是在電子股 你只要不是主跌那種 台積電 比較重大 大型的全子股 我認為這個大盤還有救 還有救 那現階段很簡單嘛 來看這 可不可以你看喔 當時候我們在跟大家講說 有一個關鍵支撐在這邊 叫做8174 因為這是第一波反彈之後 拉了這一波嘛 對不對 它測了 測8174之後 有這一波嘛 所以你看喔 這一波下來 測一次 測兩次 好這邊 有破 可是它是不是又站上了 那如果說我們把時間拉長 這邊大概只有 兩到三天的時間 8174 這一波的高點嘛 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可以視為假跌破 你看又反彈上來 好今天目前來看的話 它又跌破了嘛 現在盤中的位置大概是在 8148嘛 可是8174大概離30點左右 你說三天內如果站上 有沒有機會 我認為是有的喔 我認為是有的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狀況來看的話 我的結論 再醞釀個兩三天 因為今天已經用空間來交代了 然後現在逆價差那麼大 逆價差那麼大 如果你再去追空坦白講 比較不適合啦 那反而會不會醞釀成一個多方的機會 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個就是我在前一個禮拜跟大家講說 我們這個行情我推論 應該是先下後上 包含我們跟你講34週轉折 反彈兩週之後沒有量要先下 先下之後醞釀的是一個 往上的一個格局 好不好 那三段時間到 今天段廣告之後 我們再回來分享 如果我們要搶這個 外面外人都先到 來 喝這罐三多補體康 這罐抗壓的幾樓罐 有膚吸氨酸生態增強體力 購高鈣噶維生素低三 留住股本身體好 三多補體康 全營養一罐就滿足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禁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奶酪妹 QQ 紅豆哥 香香 QQ 香香 香香配QQ 愛之味奶酪紅豆 香Qmuchmuch 甜蜜的邂逅 愛之味奶酪紅豆 愛之味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禁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洗腎時蛋白質會流失 可補充三多奶蛋白 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低蛋白 營養有精神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禁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德投顧 光喝乳酸菌不夠 益生菌快餓死了 三多膳食纖維是益生菌養分 益生菌越多排便就順暢 別讓益生菌餓死 三多膳食纖維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歡迎回到現場 有時候盤勢在大碟並非壞事 因為大碟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去看到 有可能是下波的主流 它有浮現 好 那為什麼我車標一直沒有改變 我還是跟你講文創 4G網通 還有IC設計 特別你看喔 我先講4G網通的部分 這支叫置意 頭部你看喔 現在是跌快200點 你看它今天的表現 它在創新高嘛 對不對 好 另外一檔 這個叫重期 它也是創新高 它也是創新高 你還記得嗎 我們是不是最初最初跟大家講 這個叫智邦 從12.4大漲到33塊 它絕對是一個代表性的個股 53億的股本 然後23開頭 2345 這個是算是比較老牌的公司 所以它一定具有代表性 股本也不小 它可以這樣漲 一定代表4G網通 接下來非常有機會 包含了我剛才跟你講的 重期 致意 它們是不是有配合 業績的成長往上 所以大盤在跌的時候 它們不一定要跌喔 所以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4G網通的部分 我相信前一階段 如果 你有留意我們的一個操作的話 我們是從哪邊開始 就是這一檔 全新嘛 對不對 這一段 對不對 它是做什麼 4G網通 這個生化價比較偏這個 在這個基地台的部分 對不對 全新 然後後來呢 我們是不是做環宇 這一段還有這一段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講什麼 F科那 對不對 這一段 還有什麼 環科嘛 對不對 都創新高 甚至上禮拜的台陽 你有沒有發現 我剛才 講的大概有 六七檔 這個都是4G網通 包含裡面我們沒有操作大概四五檔 它輪漲輪台我們就是輪著做 那這樣才可以創造那個短線 累積獲利的空間才會拉大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並不是沒有股票 這個在這邊不能做翻 而你在下跌的過程中 你大致上就可以發現接下來的一個主流方向 大概在哪裡 那當然4G網通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相信 在文創的部分我們也跟大家講 可是在轉換到文創之前 我們是不是有跟大家講說 生計的部分 這要存 對不對 號頂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12月1號 已經一個月過去了 它現在剩622 一買一賣之間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個股主流在 輪化的過程中 可能大家會迷惑掉 所謂迷惑就是說 可能很多投資朋友來到了 可能有一些個股來到高檔 你不知道那是高檔 你追進去你就容易套 可是有一些敘事待發的個股 值得去佈局 可能大家又錯過了 那一來一往之間就會差很大 特別你看喔 這是號頂 9月7號280 對不對 然後呢 潤泰集團持續買進 未來股王候選人 這個9月10月的之後 我都是一路跟大家講說要去買 即便第一段漲了105塊 我說拉回來是機會 因為法人根本就沒有賣 來到法人平均成本 360買進 第二次買進 然後呢 這是抠訊 360 後面你就看號頂 急速噴出 一直到這一天 12月1號 這四個字很清楚 獲利賣出 特別有股票要會買也要會賣 已經掌握了一個波段的之後 你要知道要在哪邊下車 這個是12月1號 我們直接在電視節目中跟大家講 我賣出的時候也有跟你講 而且12月1號過後有沒有高點 一定有的啦 你要看喔 12月18號還有755 可是我們不會去貪這一段 可能還有三四十塊沒有錯 可是他已經陷入整理 你要看得出來 如果這一段時間你跳進去 如果你不是買很低 你到這邊 你可能也賺不到 甚至你一直報 報到今天 你買在12月份 完全套勞 那你說我們賣在這邊對不對 應該對吧 就今天的股價 或許我沒有賣在最高點 因為股票市場本來就這樣 最下面那一段跟最上面那一段 留給人家去做 我們要的是這個 我們要的是這個 所以你看 這個賣掉之後 才有149%到95% 對應280%跟360%買的 這樣子不是很漂亮嗎 這樣不是很漂亮嗎 12月1號 你還記得很清楚 12月1號過後 我說什麼 政策看美國看中國 看政策的部分 看政策我們是不是把生計 最後一檔叫做號頂 賣掉 然後我沒有一檔生計股 後面你就看到 生意指數 重挫 再跌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我說什麼 我們轉進到哪裡 文創 好 投票你看文創我們 也有跟大家講幾檔個股 對不對 包含最高價的智威 這一段可以掌握 然後你看他最近也來到了關鍵位置 這個大量區在這邊 這個已經整理到末端 另外一檔是什麼 華岩嘛 對不對 大量區也剛好在這一天 你看 對照過來都幾乎是相對關鍵的位置 然後你去看 今天大跌他沒有跌 對 然後後面是不是跟大家講一檔最標的 這支 到今天還在創新高 到今天還在創新高 這叫做3293的新香 投票你看對照那個位置 12月1號 是不是我們把號頂賣掉 就這樣走 就這樣走 如果你懂得把資金轉到新香 甚至 我們說 在這一根量縮的時候 它是一個買點 掌握這一段就好了 945 你看到今天已經130了 這個是4成 那 你死報活報耗底 賠錢 所以為什麼我說 那個一來一往之間 差別特別大 那這個就是你要去 留意的一個狀況 留意的一個狀況 好你看喔 我們測標為什麼不變 你看到文創 對不對 星象大漲創新高 然後4G網通 我相信我剛才講的六七檔 包含我們裡面也有操作 可能四五檔 都是檔檔往上創新高 好 重要的是在IC設計有沒有機會 因為我現在看好這三個族群 投票你還記得嗎 看美國看中國看政策 政策我們已經從生計做到文創 看美國的部分 你要去特別留意 1月份有CES站 目前的重點在於物聯網 那物聯網的應用當然 它涵蓋的範圍 第一個一定是在IC設計 第二個 投票你要聽清楚 我現在在跟你找主流 下階段的主流 不是說大跌200點 然後哇 你心灰意冷都不去看 不是 你更要冷靜的去思考 接下來主流會是什麼 我剛才講的很清楚 1月份的CES站 物聯網 還有什麼 無線充電 這個叫零通 欸這個叫遜潔 欸你有沒有去看一下 這兩檔股票 跟這個CES檔股官呢 開始在醞釀 這個就是接下來的機會 好不好 如果說認同我們的話 跟上我們角度就對了 那最後遇到大家 明天超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光喝乳酸菌不夠 益生菌快餓死了 三多膳食纖維 是益生菌養分 益生菌越多 排便就順暢 別讓益生菌餓死 三多膳食纖維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洗腎時蛋白質會流失 可補充三多奶蛋白 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低蛋白 營養有精神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彭彭呼呼啦 我们的自尽帮您创造傲人机